做了這麼多年前 現在調過來做後援, 習慣嗎? 之前找情報 其實都是支援夥計 現在換個形式而已 這裡全部都是警察 手把眼見功夫 比起你以前在CIB做小狗 又要跟蹤又要玩偷拍 在這裡好像浪費了你 你熟就手把眼見功夫了 我對著文件有那麼多文章 一會兒有Atherian Psychology 一會兒有Atherian Psychotherapy 弄得我的頭都大了 總之呢 以後你有甚麼不明白呢? 儘管問我吧 除了公事之外 講喝講食, 化妝扮靚, 追星應援 甚至照顧孩子也好 甚麼都可以找我談 最初還擔心轉過來這裡 甚麼人都不認識會很不適應 認識到你就甚麼都不用怕了 其實你做CIB 為甚麼會想調過來呢? 我想轉換下心環境 情傷呢 通常這樣調過來文職 都是那幾件事而已 不是受傷就得罪上司 要不就結婚生子和分手 為甚麼你跟Ana上床後 以後可以在我面前辦到甚麼事都沒有 我們沒辦法回頭 阿榮, 你給我一次機會一次那麼多 一次那麼多 我不知道 或者覺得三、五、七年 甚至十年之後 我… 我可能可以放得下 會不介意 但也有可能 我這一輩子都忘記不到 我的最終之吵 你也一定會好好感過 我一定會在心裡 為你加油 加油 加油 回去已不已 曾背起的誓言 假使你可以可否信一次 定能讓你復元… 你好 你突然急著找我, 是不是有什麼事? 我不是, 我剛好在九龍這邊工作 那些員工跟我說你調了過來這邊 那我就剛好… 那…其實也不是剛好 妹頭的伯妹跟我說你調了過來 那我就… 其實也不是 其實妹頭還沒跟我說之前 我已經向你CIB的那些員工逼供 我離誘他們才知道你調了過來 我阻礙你工作 不是 如果不是, 不如我們坐下來聊兩句 好嗎 你馬調到這邊工作, 乖嗎 可以 我知道你收了一封辭職信 我真的很開心 我知道有些事情是要點時間 有些事情逼不來 那現在也不錯, 你調到這邊工作 我經常過來這邊開會 很多機會我們都會遇到 你以為我收了一封信是因為你嗎? 當然不是 我沒想過自己這麼重要 不過我看你剛才這麼急 我急著走過來 我這麼急著趕來 是因為我以為你有急事找我 我收了一封辭職信, 繼續留在警隊 是我之前以為自己考警察 是因為你 這段日子, 我發覺 原來我真的很喜歡這份工作 我申請調職 是因為我想試試其他類型的警務工作 再完全跟其他人無關 我知道可能你剛才調到這邊工作 一定很忙, 突然叫你不好意思 我答應你, 我下場 我不會失間無神地叫你出來 我以為你會明白 所有事情已經過去了 我現在真的真的對你沒有了 連生氣你、憎你也沒有 為什麼你們說得也不相信? 媽媽又是這樣 無緣無故要搬屋, 要我轉換一下環境 我到底有哪一刻 讓你們看到我是不開心的? 人生不只只有愛情的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你別生氣 阿琛, 我已經放下來了 你也應該要放下 我們也需要向前走 沒什麼事, 我先走了 那我們還不是朋友嗎? 吳士英, 再是同事 同事? 再見 謝謝, 擦擦 加一杯雙雞腿, 麻煩你 巴金什麼都不肯說 霍太太說了一件原本沒說 巴金是前財長也預料了 霍太太這些大媽耍 太極高手耍得就耍 他肯跟你聊兩句 算是下閘下得遲 你也挺會安慰人的 你也算是說了兩句 Mr.Brown一坐下就下族客令 是爭在未放狗爭辯的 Mr.Brown, 你們這些商家佬 選舉利人的事怎麼會做 打了這麼久都未有料到 我真的有點擔心 有一點而已, 我極度擔心 這宗大案, 頒小的更糟糕了 人之常情 香港警察雖然說是精英 但面對那一班 是國家級精銳特種部隊 是軍人 我們跟他們的實力根本就不對等 說怕也很正常 糟了, 現在連最冷靜的人都開始害怕了 連最勇的人都被人打得一腹一腹 我說怕, 不奇怪 怕也要頂眼上 對的, 尤其是我們做頭的 對的 什麼事?火機 大約兩個小時前 電台接到村民報案 聽到三下疑似槍聲 我和那些伙計趕到過來 就發現了三具屍體 現場還有疑似打鬥的痕跡 謝謝 三名死者的年紀、身形 和禁慧隊的特徵都很溫和 我們用戶的朋友 就快點檢查這個QR Code 和我們的同事了解最新優惠